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次我們一起去跟進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接受俄媒訪問時就提到 說中國和俄羅斯是不會替結一個軍事同盟 他還說兩國都不會追求這個目標 第二宗消息 馬來西亞外交部長欺山慕丁 在訪華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出席記者會時 主動以普通話說了一句話 他說王毅是他永遠的大哥 這句話引來了馬來西亞反對黨的狂轟濫詐 認為他這番說話是有損馬來西亞的國體 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怎樣來評論中俄關係 他提到 很多人都猜測 中國和俄羅斯可能會替結軍事聯盟 他強調過 中俄關係並非軍事聯盟 而且中俄亦都不會追求這個目標 以北約為例 我們看到 這個是傳統理解當中的軍事聯盟 這樣的聯盟 其實就是冷戰時期的聯盟 中國和俄羅斯都不需要這樣的聯盟 他這番說話就認真是內人尋味 因為他在訪華行程前 才說過 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係 已經去到歷史上最好的階段 既然中俄之間已經去到這麼好的階段 原來經拉夫羅夫一說 就說不會替結軍事聯盟 究竟那個好在哪裏 當然拉夫羅夫的解釋 是說不需要替結 但是到底這個不需要 是俄羅斯或者是中國不需要 還是根本上是俄羅斯自己不願意 這是兩回事 而拉夫羅夫說到一件事 還相當吊詭 他就說 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 完全不是傳統的軍事聯盟 可能在某種意義上 另一種關係 比軍事聯盟更接近 即是說不是替結軍事聯盟的關係 還比替結軍事聯盟的關係更加接近 更加緊密 有沒有這樣的關係 當然世事就是無奇不有 如果中俄真是發展到這種關係 也會令人驚嘆 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忘記 俄羅斯在沙俄的年代 其實都是長期欺壓滿清的 一時又在邊境那邊侵擾 攻城掠地 另外大陸最喜歡提起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事件 八國當中其中一國 是俄羅斯 他也有份 現在俄羅斯一方面就說 跟中國的關係 已經是去到歷史上的最好 一方面又說不需要替結軍事聯盟 另外拉夫羅夫訪華的時候 就曾經建議 還是不知是老點中國 就想慫恿中國一起搞去美元化 一起不要使用美元來結算 究竟這些建議是對中國好 還是對俄羅斯更好 好了跟著我們就去看看美國媒體GZERO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就提到 說中國和俄羅斯在近期越走越近 兩國就將會簽署新的貿易協定 進行聯合軍事演習 越來越多人就擔心 中國和俄羅斯是會連結起來 但是這篇文章就指出 說其實中俄之間是有著明顯的利益衝突 有哪方面的利益衝突 第一 中國和俄羅斯都對自己的勢力範圍 非常認真地去看待 偏偏在某些地區 兩國的勢力範圍 就存在著重疊的情況 造成了一個競爭 比如說 在蘇聯曾經控制的 中亞和高加索地區 這些地區 以前其實就是蘇聯的衛星國 所佔領的 俄羅斯目前在這些地方 仍然擁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中國在近年 利用一帶一路的倡議 投入了巨額的資金 使得中國在當地 越來越受歡迎 第二 就是貿易方面的不對等 在俄羅斯來說 他最大的貿易夥伴 就是中國 但是在中國來說 他最大的貿易夥伴 就是美國 而俄羅斯就是十名內 都進不了 而且俄羅斯的貿易額 佔了中國的不夠百分之一 其實貿易額 比荷蘭還低 大家就會看到 中俄貿易不對等的情況 是很嚴重 這篇文章就指出了 說中國的政治穩定 就是取決於經濟穩定 經濟穩定 很大程度上 是取決於 中國和歐美之間的 無實關係 而不是跟俄羅斯之間的任何形式 夥伴關係 這句說話也沒有判斷錯 因為就算中俄關係多麼好 由於俄羅斯都不是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 好極 你的產品不能全部賣去俄羅斯 他都消化不了 所以這就出現了兩個國家的出發點不同的問題 中國其實就需要保持 跟歐美之間的建設性關係 他不能完全說不跟這些國家做貿易 但是俄羅斯的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 重掃國際關係 所以兩個國家的目的 是有所不同的 另外這篇文章還說到 疫情也使得這兩個國家 出現了 矛盾和衝突 為什麼呢 就是關乎到對外援助疫苗的問題 當然 王毅今天就否認中國有搞疫苗外交 他就認為是沒有這件事 但是這個無非都是一個名字 疫苗外交其實無非是說一個大國 願意向另一個小國 提供疫苗或者資金等等的無償援助 在較早之前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經宣佈過 說中國已經是向80個國家 分別提供了疫苗的無償援助 當然每個國家的數量就有多有少 但是俄羅斯 自目前為止 只是向22個國家發送了物資 當然俄羅斯在這方面 似乎是比下去 尤其是 在兩國勢力範圍重疊的地方 當大家都共同去搞這個 無償援助疫苗的時候 到底俄羅斯又會怎樣看中國呢 他會不會真的完全不介意呢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第二單的消息 馬來西亞外交部長希山穆丁 在訪華的時候 跟中國外交部長王毅 出席了一場記者會 在會上 他就稱呼王毅是他永遠的大哥 而且還以普通話來講出 其實整個畫面都是相當之辱麻的 因為你作為一個外交部長 其實你就是代表國家來講話 在一個公開場合上 竟然間稱呼另一國的外交部長 是永遠的大哥 你豈不是自認弟弟 就算這個希山穆丁曾經兜過 他就說當時只不過是為了向王毅表達尊重 他就不是說中國是馬來西亞的大哥 他純粹說 王毅比自己年長 而且資歷又比較深 才稱呼他為大哥 這個是絕對的尊重 而不是表達出馬來西亞的軟弱 更加不是說中國跟馬來西亞兩國的關係 因為兩國的勞固關係 是建立在 平等和互信的基礎上 當然 他事後 就不停地來鬥 但是你鬥歸鬥 太過肉酸 所以引起了 馬來西亞很多反對派人士的不滿 對他狂轟 前外交部長阿尼法就批評 欺山穆丁的這番大哥倫 是屬於失禮 亦都是失格 叫他不要再去狡辯 而公正黨主政安華也批評 這個欺山穆丁的說法 使得 馬來西亞的對華外交政策 倒退了25年 過去幾十年來的努力 就變成毀於一旦 前國防部副部長劉振東也批評 欺山穆丁這番大哥倫 完全失了分寸 大馬是主權國家 中國不是馬來西亞的大哥 很多人走出來反對 當然 有人談就一定有人撐 尤其是執政黨肯定盲撐他 跟執政黨有緊密合作的 馬華工會就跑出來撐欺山穆丁 就說 喂 他說這番話有什麼問題 你這班反對派批評之前 不該你們自己反省一下 在希望聯盟執政時期 當時的外交政策失敗 導致馬來西亞的中旅遊 嚴重滯銷 令到很多小莊園的主人 叫苦連天 馬華工會還死撐 說中國有善地接待外交部長 欺山穆丁 外交部長 以敬重和親切的說法 道出馬來西亞和中國是一家人 你永遠是我的大哥 王毅回敬我們是兄弟 證明得到馬中關係情童手足 就好像兄弟一樣 相互尊重 相互支持 難為這個政黨 還有面目走出來幫他撐 你還繼續說這件事 喂 你自己認世 認別人做大哥 這件事本身就是有問題 國與國之間 應該是平等互利的 你原來跟別人談的時候 也認別人做大哥 那豈不是自我矮化 如果你不是認王毅做大哥 你認他做兄弟 這樣也有得去鬥 但是你在那個場合 說得這麼肉酸 這麼肉麻 一下子就認別人做大哥 這樣就很難來辯解 而且你不是一般的小官員 你是外交部長 在那個場合 你是代表國家 來跟中國的外交部長見面 你不是以私人身份跟他去做會談 你豈不是代表著馬來西亞全體人民 向中國撫手清神 你無厘地去認另一個國家的外交部長做大哥 在現代的外交史上 真是民所未民 這些事在古代就有發生了 比如說北宋南宋時期 屢次遭受 寮和金的侵擾 當時宋朝 就去認寮和金 認他做大哥 也有試過 不是沒有試過 不過那個擺明不是一個對等關係 你現在馬來西亞到底是想怎樣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